学佛人要说佛陀的佛言 行佛陀的佛道 我们要学佛陀的教义 佛陀留下很多的无价之宝 告诉我们修行之众 必先克其裂心 所以我们每个人学佛 首先要克制自己裂根性 和在五欲六成当中所染灼的东西 所以要长存毁心 经常心中要有毁意 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 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亲 过去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学 师长 多存善心 还有善念 因为你的善心和善念 就是引导着你语言啊 行为啊 能够行善的一个根据 所以多行善念和善心之后 你会有善愿发出 有善愿的人 那么你就会言语律集 那么也就是说 自己能够守戒了 有愿力的人说 我今天要做一个好孩子 那他就不会乱来 我今天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那就不会去嫉妒别人啊 去贪嗔痴慢疑 心智 你的心里的智慧才能明亮 心智才明 虔诚乃唱 就非常的顺畅 所以如果我们修行的人 就只顾自己 我行我素 我今天想干嘛 我今天想干嘛 慢无他人 就是傲慢 心中眼中没有他人 功高我慢 那么你就不能明法正生 也就是说 你心中不能知道 什么是正的能量 正的法 你也不能用自己正确的身体行为 所以你这一辈子 可能就会断送你的毁命 你怎么样能够到佛之彼国去呢 所以很多人没有会命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因为当我们要修行的时候 会有诸多的魔障 所以必定要坚持道心 我们人要抑制坚强 学会勇于承受 能够担重镇于身 就是要救度众生 要弘法 要立身 明明 我们的内容 我们的内容 我们的内容